在执勤的時候 你最怕遇到什麼樣的客人 講不停的 講不停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奧客 其實他們就是有一個覺得說 我要拿到每一樣 你提供的東西 他就看別人拿毛毯 他就跟梓玲一樣 為什麼那個毛毯 沒有每個人都有 為什麼 他們都有 為什麼我沒有 如果比較中長程 我們一定會每個人一條 但是如果短程的話 其實少於兩小時 就看個人需求 好啦 其實我們也知道 譬如說不要為難他 對啊 不要為難他 是他能決定 他一定也很想 對 把毛毯都給到 我們現在介紹第二位 斑斑 這樣很明顯看得出來你是 空少嗎 對 怎麼會選擇這個職業呢 我一開始是讀 大學是讀餐飲協 然後後來 其實都一直有在餐廳跟飯店打工 然後後來就覺得 空服這個 航空業這個性質 會比較適合我一點 而且我覺得比較有挑戰性 不過斑斑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最近為什麼機票那麼貴 應該是說需求量太大 變大了 然後航空業複屬 在執勤的時候 你最怕遇到什麼樣的客人 講不停的 講不停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奧客 其實他們就是有一個覺得說 我要拿到每一樣你提供的東西 他就看別人拿毛毯 他就跟自己一樣 而且尤其是因為我們起飛的時候 他那個客艙會噴很多白煙 其實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個是不是冷氣 這樣冷氣是不是很強 那我要跟你拿毛毯 我現在毛毯發完了 那我給你熱水好不好 然後他也拒絕 他就是要那個東西 用盡任何方法去滿足他的需求 然後這個時候他真的又講不停 他就開始發瘋 然後他就說 我吃到貓檯 我吃到貓檯 老師 我爛摩 為什麼那個貓檯沒有每個人都有 為什麼 他們都有 為什麼我沒有 我沒有 我覺得很簡單 你就說我讓你抱就好 我的天啊 對啊 你很冷 我讓你抱一下 就解決了 對啊 為什麼 其實那一次是因為有一個乘客救了我 因為當你就是表現出 我盡全力去滿足你需求的時候 旁邊就會有人 那時候我就讓空機 大概凝結了三秒鐘這樣看著他 就很無辜的表情 然後旁邊就有大叔就說 我的拿去拿去給你 就是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他沒有 這兩條現金 因為其實在飛機上 應該是每一個乘客都要有一個毛毯 對啊 其實是分航線 如果比較中長程 我們一定會每個人一條 但是如果短程的話 其實少於兩小時 就看個人需求 少於兩個小時就沒有 差不多 所以就是如果台北飛澎湖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短線 就沒有毯子了 就會 那個毛毯就是 就是有人需要才給 但你的情況如果分成 有多人需求的 也少人需求的話 我們就會先給有需求的人 那如果同時多人需求的話 那我們就調柯腸溫度 因為那個溫度是真的會上升的 只是花一點時間 了解 好啦 其實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不要為難吧 對啊 不要為難 是他能決定 他一定也很想 對啊 把毛毯都給大 他說不定下次說要不然我當你的毛毯 就解決了嘛 下次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我們要愛的寶寶 對啊 然後我的毛毯 對 而且其實 其實我滿想認識他的 因為其實空少 怎麼樣 你這旁邊這麼都是美女耶 原來你是塗這個 我還以為你說要幫你喬機票 原來你是塗 機票這種東西我花錢 我跟你講有些東西是花錢 你買不到的 他不是我春天 他不是要你們吃飯啦 哦哦 對啊 我就 沒有 因為我想說跟他們 可以聊聊天啊 就是我跟他是好朋友嘛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出 你現在突然間變好朋友了 對對對 跟好朋友 好朋友了 我放過你了 好